这是2017年沈阳警方经过11个月的缜密侦查 辗转安徽 湖北 广东 江西 福建 河南 及包括我省部分地区在内的11个城市 跨区域作战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制毒贩毒案件 此案件共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55人 打掉源头制毒加工厂四处 制毒实验室一处 缴获毒品可带因液体制剂2.5吨 麻黄解3.45公斤 毒资110万元及大量制毒原料和器具 涉案毒品累计达10余吨 2015年5月1日 国家兴监这个国家带来的苟叶 或者含这种成分的苟叶 已经成为二类精神的一种药品 富方可带因口服液 原本是一种缓解感冒 咳嗽症状的药品 但是却被部法人员 以摇头水之名再向年轻人兜售 2016年11月初 沈阳市公安局刑侦禁毒局接到线索 有一个名叫小刚的男子 多次在沈阳地区贩卖可带因口服荣业 第一个就是想发现的那个货源是那 它这个毒品都分销到哪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